猫姐夫的一句话讲 就是我是她见过 最晚自己当回事的人 对 就是爱自己 少多管闲事 你是一个会勇敢 挑出舒适圈的人吗 不是吧 我是一个能跳到 越来越舒适圈的人吧 我是一个 致力于让自己 越来越舒适的人 不理财我觉得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 就是鸡蛋没多少 别老研究篮子 我一直没觉得 我有多少钱 就是很多人 没拿自己那个钱 特别当回事 咱们看一下父母 那个状态和那个样子 离觉醒也是略遥远 就别费那个力了 200年前 本来的妈妈圈 一起不能更多妈妈成长 安全的妈妈 带大家链接的是 大包在北京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猫姐 如何从分享 那么多的爱马仕 变成做妈妈赢的呢 其实也是 我这么多年 介绍给大家分享内容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人们 关于生活中的一些问题 包括自己的一些 人生中的一些卡点 家庭关系中 遇到的一些矛盾 养孩子过程中 遇到的迷茫 在中年女性 在整个这个时代 背景下承担的责任 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在各行各业 其实你能看到 越来越多女性 走向中高层啊 然后在家庭里面 女性不只是半边天 甚至是一边天啊 特别是现在养孩子 在这个时代 背景下 其实对家长的 这个关注和培养 要求还是极高的 那更多的这个责任 在很多家庭里 还是落在了妈妈身上 就在这种时候呢 没有什么渠道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 这种产业 是真正关注 妈妈自己本身的 她们累不累 她们的压力怎么消解 都说要有好心态 这么多东西 都是需要心态 去撑着的 去能补充心态 所以我们创办的 这个妈妈营 也是致力于 为当代的妈妈们 心里充电 女主人的智慧 就是让她守护和钱 她整钱 手朵 千万别往出发 钱主要还是她整的 我可能在家里 也还是负责守财的 那一个吧 要说我在钱 这方面最大的贡献 可能就是没同意 几个不靠口的 大的妥子吧 就是有很多人 她连商量 可能也不会 和另一半去商量 对 我觉得这个 也是妈妈营里面 虽说是以亲子关系 为主要是我的学员 们妈妈们 都把我当朋友一样 有什么夫妻问题 也经常就抛给我 我觉得夫妻的关系 和这个亲子关系 其实还有很多 类似的地方 人家亲女关系的构建 其实她底层逻辑 是大同小弊的 基本上人性 她都都是拿捏 你刚才提到的 说这个先生 他得同意你管钱 那其实 跟你们两个人 感情经营 是稀奇相关的 就是两个人的经营 感情如果不同频 你没有走进她心里的话 其实你说的什么话 对于她来讲 她就是可以等耳放松 也可以假装 听进去了 实际上不执行 那很多妈妈 其实在两性关系里 对这个体验比较深 但是到亲子关系里 她又会 忘了这件事情 很多妈妈会认为说 孩子听爱 就应该听我的 我告诉她就是对的 但其实也忽略了一点 就是你没有平时 去把这个亲子关系 好好的经营 其实她只是在 比较小的时候 她不懂得反抗 那问题们说 现在妈妈全体 很多真正的问题 暴露在青少年阶段 因为她已经 有反抗能力了 她可以给你摔门了 她给你收步了 她也可以说 妈我要休学了 到那个时候 很多妈妈 其实才反思自己 从老到大累积的 所以从小你们之间 没有建立成这样的 沟通习惯 或者是平等的对话 等到初中的时候 你发现她其实已经 有了自己的意识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代沟了 是的 其实爱本身 我觉得我有一个信念 就是真正的爱 大家总说爱来爱去的 不管是男和女 还是个孩子 还是咱们朋友之间 我觉得真正的爱 都是让你做你自己 这个特别重要 是真正的爱 是让你做你自己 这句话很简单 但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对伴侣也好 对孩子也好 真正执行起来 需要我们自己 就一个非常强大的内核 你的内核是越接近 你自己的真我 你越自由 你实际上对别人的 这种索取的这种 渴求度也是越低的 那你也越能接受 别人做自己 其实妈妈的内核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认知 和你自己判断的能力 这是为什么 我们做妈妈群体的 养孩子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 很好的启发过程 我就绝对是 给你们做讨孩子 孩子这个群体 其实它是 很有灵性的 天然的一个 生命的状态 她没有经历过原生家庭 社会 各种定义 各种价值平坦 她没有经过这些真人 你能看到一个身影 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本真的样子 这个本真的样子 你用你被活摸后的内核 来对她进行教育的时候 其实它像一面镜子一样 它能反衬出 就是你教育上的卡点 你曾经失去的那些 与自己的链接 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 给妈妈很重要的一个引导 让妈妈能够 从现在开始 不去复制上一代 而让她们真的做自己 更多的是 因为上一代 她生活的这个年代 从精神上和心理上 有一个核心就是恐惧 也许再往上追溯 是恐惧吃不上饭 然后在上一代 很多经济条件 没有那么好 她恐惧生存问题 所以这种恐惧 其实是容易代代相传的 恐惧驱动的 就是控制 妈妈其实有意无意地 在控制孩子 他们的目标 不是说让孩子 成为孩子自己 我经常跟她开玩笑 说我说 那个不是脱女 是脱累 为什么呢 因为她在用自己 无意识地控制 希望孩子成为自己 想让她成为的那个人 不见得就是 真正地看见孩子 甚至可能不曾 真正地看见自己 我看包姐有个 很吸引我的标签 叫不生二胎 不理财 不理财 我觉得我一直有一个细腻 就是鸡蛋没多少 不要研究篮子 我一直没觉得 我有多少钱 就是很多人 都没拿自己那个钱 特别倒回事 我认为大家有钱没钱 都是普通人犯愁的 普通人犯愁 就不要研究资本 这件事情了 资本就不是 普通人能玩领败的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 我或者说我家 能靠这个什么 大的资本运作 然后获得这种 躺平的生活 我觉得我们就 不是那个水平的 我一直有这个信念 就是安于自己 是个普通人 创富 首富 再船富 你得把财富守住 你才能把财富传承 对 相对来说 这个首富还是很重要 不生二胎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 在我的这个生活圈里 也比较小众的一个选择 可能跟我差不多的家庭 至少两个 甚至三个四个的都有 但是就如果 你了解我多一点 你会发现 其实我人生 也有很多 我自己的不容易 我这个父亲走得比较早 我的伴侣的爸妈 也是在我们刚结婚那几年 相继离开 所以我们经历了 挺多这种 你自己闯世界的 这种坎坷的 这种坎坷 其实你要承担下来 以及闯出来 也是需要很大的心力的 这个心力是非常强大 对对对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没有腾出什么空间 12年3的生孩子 我们迎接 这种生活的挑战 都觉得 就是差不多已经饱和了 我也不要喇叭 会不是很追求 把自己的极限 给挑战出来 然后这个 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 我是连着两年 生了两个 就没有办法 然后现在再去生一个 我肯定完全没有这个心力了 很多家人 是接受不了孩子 成为一个普通人的努力 专门我们现代人 都面临了一个 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普通人如何能获得 富足 富足这个事情 我觉得不是说 你所有的东西 都一定要完美了 你才能富足 富足其实是人的一种状态 你也能看到 我周围很多经济条件 比我还好的家长 也是疲于各种卷的路上 所以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社会 要本里缺乏 怎么把普通的日子 过得富足这件事情 那个的背后 我觉得是要学会知足 这个可能就是 通过给大家讲大道理 谁都懂 对吧 大家也听不进去 那为什么很多 来往妈妈赢的妈妈 就是进来的时候 觉得你别跟我说 这些大道理 我就要听 怎么让我的孩子 这个分手一起上去 怎么能让我 这个轻松一点 就是既要又要嘛 但是很多妈妈 真正的跟我们 待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 她真的状态又转变 因为我们提供给她 一个空间 让她感受到 从她自己孩子 本真出发 发现一些闪光点 她由于害怕孩子 没有什么闪光点 而不去看见 这种恐惧 是大家现在 普遍存在的一个状态 这句话太宠我了 因为我身边有太多人 我们当时做练习生学院 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了孩子 非常多的闪光点 难道妈妈说 就她 就是她 她又不找天空 为什么 我们能帮妈妈门揪骗 不是说让妈妈 你别管了 这孩子在那 也不是这样的 是帮你把你看孩子的眼光 和看孩子的心态 给调整到一个 最利于孩子成长的 一个角度 就像你刚才讲的 妈妈们自己需要 具备这个视视的视角 那才能懂得欣赏 然后懂得真正的托举 而不是天天拽孩子 这不行 那不行 你看看你还不努力 你看就是把孩子 拱向一个 又有一个适合的方向 是 所以其实很多 妈妈赢的妈妈 她的第一诉求 不是妈妈先成长 而是先问的 孩子更多 这来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的 我的时候一定是 开始对自己 向内求这件事情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为她吃到了 向内求的甜头 她发现向内求一点点 内在准变一点点 外在好多事情 都转变了 每个人多多少不少 不可能是有完美的 原生家庭的 我们这一生 可能都在寻找 就是把原来 适合的东西 给平衡回来 用个更干的方式 用一种补偿心态 在养孩子 也是有一些陷阱的 我们其实追求的是 我们如何链接上 自己真实的那一部分 但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过多的把自己 想要被补偿的那部分 投射到孩子身上 有的时候忽略了孩子本身 他的天性 和他需要什么 也是一种控制 对 它是一种 就是用补偿的方式 其实你也预设了 孩子的人生 就是对 不同的孩子 其实你需要发现 他的这个长板 你需要给他 拨绝的力量 就不一样的 他有他自己的使命 他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而家长做的是 帮助他找到 他的那个人生 应该走的那条路 把他归到那条路上去 这个大前提 一定说 把自己修得比较好 才能做到 然后把自己修得比较好 这件事情 也包括完成了 跟自己原生家庭的一种 真正的玻璃 如果你的原生家庭并不好 或者他从小的控制着你 那其实他可能 你如果越早的背叛 你可能就真正的 活出你的自己 对 其实我们 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个理想父母 但是我们真正 把自己真实的这部分 给自己挖出来以后 自己真正的聚焦到 自己需要做哪些选择 自己需要怎么样 你会发现 你已经不需要 那个理想的父母 来关照你了 你自己是有能力 能关照到你自己 现在大部分人 他是因为失去这个力量 他失去关注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在不停地去索取 也许索取的一个主要位项 就是来生考原生家庭 但是咱们看一下 父母那个状态 和这个样子 离觉醒也是略遥远 就别费那个力了 到哪边钱 对 是不是不设限 反而会有期待 因为理想父母 他也是一种期待 就是越真实的东西 其实是越有力量的 我们终极一生 就是在追求真实的自己 而只有自己 能帮助自己 发现自己真实的一面 任何人都取代不了自己 所以最终自己还是靠自己来发掘 而最终你获得自由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很多外界的条件都不完美 并不影响你真正灵魂的富足 你是一个会勇敢跳出舒适圈的人吗 不是吧 我是一个能跳到越来越舒适圈的人吧 我是一个智力 让自己越来越舒适的人 认识自己 链接 真实的自己 不就是让自己发现 你真正怎么舒适 这件事情嘛 而舒适也可以是健康的 舒适不意味着是一个 好像负面的词 我们的舒适 和我们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教育孩子 好好的挣钱 一点都过冲突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内核 我之前致力于是创业的妈妈圈 因为很多认为 创业的妈妈 她就家庭不幸福 但我们接触了大量的案例 她的能量足以让她 创业的同时又平衡好 跟抱负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 这个是靠她自身的心力 和智慧能量达到的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是 既要和又要 对 信念重要 我们的价值观里面 会认为 事业更多的女性 可能家庭差点意思 或者说家庭美满的女性 事业上不少差点意思 但是现在是中女时代 我还要别起来 猫姐的一句话讲 就是我是她见过 最晚当回事的人 对 她一直觉得 我就说 猫姐一直把自己当 就是一个稀缺资源的经营 她这毛姐今天也送给我的话 我觉得特别特别顺忍 就像你当初说 我放弃腾讯 做了权势太太 虽然这两个不是一个 直接因果关系 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特别纠结 就是在当时的处境下 就可能只能二选一 因为家庭处理一系列的事情 需要我去处理 我可能在这种问题上 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 不是随时脑子里有一个说 我必须一二三全满足 我才是一个 大家眼中的符合优秀定义的人 我觉得我抓住一个就不错了 所以就是放过自己 也挺重要的 就是所谓的选择 其实最核心的是 你要敢放弃 很多人觉得选择一定是十个 然后中间挑一个 哪那么多 给你选择 事实上都是面临着 你要舍弃一个 选择一个 而很多人不敢选择 为什么会选择 就是因为他不敢放弃 他没有这份勇气 他觉得就是 放弃了 他就怎样怎样了 然后就是被这个就掐死了 很多人是希望 这十个都摆在这儿 然后他选一个没有这样的主意 就贵族出生 对 通常都是你演的 看不见未来的路在哪 但是你先把这几个不要的去掉 你往前走 你才能越来越开阔 通常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送一个正在怀孕的妈妈 她即将体感的体验 做妈妈的这个角色 你最想从她准备三句话 或者五句话之类的 做好准备 谁也指望不上 你做好准备 指望自己吧 实在不行 就来上猫姐的妈妈给我们吧 养孩子的过程 是让你重新在梳理一遍 你与自己的关系 以及你与周围的关系 挑战吗 孩子会帮你重新认识一遍 你自己以及你老公 你爸妈 你公公公公公 所以有的时候 有了孩子的婚姻 才是真的开始的 孩子来了以后 打破旧的平衡 需要重新建立一个 新的循环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看成是一次 有过去的告别 它里面也蕴藏着 你们能重新开启 一个好的循环的机遇吧 也是一个新生